後面加一個點,slate,它就去移動了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要中間再空一列,這個變成2的話 它就移動兩列,中間就會空白列 不過資料如果空一列,恐怕比較不好處理 所以通常我比較不會建議用兩列 然後再向下,NASER NASER是什麼呢?就是換下一個工作表 2月了,一樣的方法 好,全部跑完的話 那就全部通通貼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 不過你會發現,因為最後跑完之後 我游標放在這裡 有時候你還要切上去 所以如果你要更好一點的話 你可以在程式最後面再加一行 也許你最後,程式跑完之後 你就再加一個什麼呢? 它全部跑完之後 你可以再加一個 這兩行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怎樣? 放在這裡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呢 你全部跑完之後 它游標就會從最下面一列 自動幫你放到A2的儲存格 這樣的話,感覺視覺上會比較好一些些 有沒有?點下去 本來游標是在最下面的 可是這樣子 有時候你還要再捲上去 麻煩 你乾脆怎樣? 直接讓它可以停在A2上面 這樣感覺視覺會好一些些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第一階段 我們如果說 假設我今天要這樣子 可以把資料就合併過來了 你會覺得,哇,好方便對不對? 按下去 以往你要C,C,V,C,V的動作呢 現在就不需要了 OK 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就是說 當然這部分的話 有同學就會有問題了 可是老師我希望 還做個改寫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月份的話應該放哪裡呢? 這個月份的部分 這裡好像是編號 這個是月份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這個地方是月份的話 欸,有沒有方法? 啊,或者是說呢 我今天不要這樣放 我是希望換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在加這一個月 一月份的資料的時候 我可以先放個一月 然後再放資料 方法很多啦 我想第一階段請各位先完成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其他的 OK 那完成的畫面 在這邊也有 那如果說你程式打得比較慢的同學 應該因為這程式碼比較多啦 你可以在這邊 有個 右下角 我們雲端板上 有個程式碼有沒有 那你可以 直接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一看 那我這邊的話 就會有剛剛的 這個工作表整合的 這個程式碼 如果你來不及錄的話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你可以 暫時用Ctrl-C,Ctrl-V的方法 會比較快一些些